Anton Broussard 的七大奇蹟 一直是卓遊界的經典多人家庭遊戲 其後加上 Bruno Cavana 一同設計的二人版本 七大奇蹟對決 更將遊戲推上BGG前列的名次 當然也能進入BG Port Top Series 正值本年推出最新擴充市政廣場 我們就一次過將七大奇蹟對決的基礎遊戲 帕特龍擴充、市政廣場擴充和單人模式教大家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頻道的影片 請Like、Comment、Shar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下提示鐘仔第一時間欣賞精彩的影片 首先設置階段 將衝突指示物放在版圖中央位置 並且將衝突標記放在對應位置 將所有發展指示物洗勻 隨機選出其中五個 然後將其餘放在盒裡 將卡牌按卡背的時代數字分類洗勻 每個時代隨機抽走其中三張 在不看情況下放在盒裡 這次就不會使用到 並且在行會卡堆當中選出隨機三張 加入時代三的卡牌堆當中 然後按說明書上的指示 設置時代一的卡牌 注意白色的卡牌代表打開 顏色的代表蓋上 然後每位玩家領取七枚金幣 並且將剩餘的金幣放在附近位置 方便取用 首先隨機決定先手玩家 洗勻旗即卡牌打開其中四張 由先手玩家選其中一張 後手玩家選兩張 最後剩一張交給先手玩家 然後再打開四張 由後手玩家先選一張 先手玩家選兩張 最後一張交給後手玩家 現在每個玩家都有四張奇跡卡牌 遊戲就可以正式開始 遊戲總共有三種勝利方法 第一種是集齊六個科技符號 獲得即時勝利 第二種是將衝突指示物推至對方的首都 亦可獲得即時勝利 第三種是在未能取得上述兩種勝利方法的情況下 在時代三之後計算軍事、文化、行為、奇跡、發展 和每三個金幣一分的分數 獲得最多分數的玩家勝出 如果同分則以藍色文化卡的分數決勝 如果仍然相同則共享勝利 遊戲共分三個時代 每個時代有若干回合 每個回合玩家會輪流取走最下列的其中一張卡牌進行行動 只有打開的卡牌才可以取走 被蓋上的卡牌下面兩張卡牌取走後才會打開 而取走的卡牌可以進行三種不同行動 第一種行動建築卡牌 支付卡牌左上顯示的資源和金幣 按顏色分類放在自己的前面 根據自己能生產的資源去支付 例如這種情況 你有足夠資源去支付就可以建築這張卡牌 支付資源可以保留 下回合繼續使用 但如果這種情況 由於你只能生產一個泥土 不能支付兩個 第二個泥土就需要購買 所有不足夠資源都需要兩個金幣去購買 但如果對手沒有一個該資源 你就要多給額外一個金幣去購買 例如這個情況 你就需要用三個金幣去購買 因為對手有一個泥土的資源 另外部分卡牌左上方會有特別符號 如果玩家在較早前的建築物 有對應符號的卡牌 這次你就能免費打出該卡牌 打出的卡牌顏色不同會有不同的效果 例如啡色和灰色會生產資源 藍色在遊戲完結時會計算分數 黃色會影響購買資源價值 紅色會提供軍事符號 每個符號可以將衝突指示物向對手的首都移近一格 每當移至衝突標記位置 對手就會失去對應數目的金幣 綠色會提供科技符號 如果獲得兩個相同的符號 可以選擇其中一個發展指示物 玩家將獲得該發展指示物的永續能力或一次性效果 第二種行動就是氣牌換兩個金幣 而自己每有一張黃色的建築物 就可以獲得多一個金幣 第三種行動就是建築奇跡 支付奇跡的建築費用 將該卡牌放在奇跡的底下 代表該奇跡建築已經完成 並且執行奇跡的效果 例如這張奇跡就代表可以獲得三個金幣 而對方會失去三個金幣 還可以立即進行一個額外的回合 當所有卡牌被取走後 第一個回合就會完結 而第二回合和第三回合 會根據說明書上高的排列方法去排列卡牌 每回合由衝突指示物較接近首都的玩家 決定哪一個是先手玩家 遊戲繼續進行直至三個勝利條件其中一個達成為止 至於遊戲內的技能 歡迎大家留言查詢 柏特龍擴充為遊戲提供了更多變化 提供玩家每個回合必須取牌以外的另一個選擇 遊戲設置階段的變化 將擴充的柏特龍版圖放在基礎版圖上方 然後將擴充內的發展指示物和奇跡 加入基本的對應部分當中 卡牌的設置就與基礎相同 但是加入時代3的三張行會卡就會改為三張聖殿卡 遊戲流程的變化 在第一時代卡牌設置好之後 隨機抽出五個神話標記放置在對應位置上 在第一個時代 玩家如果打開的卡牌上高有神話標記 該玩家會獲得神話標記上高顯示的神話的三張神靈卡 隨機抽取兩張 選一張放在柏特龍版圖上高任意一個圓空位置 然後將神靈卡放回對應的牌堆當中 第二時代卡牌設置好之後 隨機將三個貢品標記放在對應位置上 並且將第一時代放置在柏特龍版圖上高的神靈卡打開 然後將門牌放在剩餘的位置上 在第二時代玩家會取走打開卡牌上高的貢品標記 玩家除了基本的三個行動之外 額外會多一個召喚神靈卡牌的行動 玩家可以支付柏特龍版圖上高玩家方向顯示的金幣 發動神靈卡上高的能力 然後將神靈卡移走 對手不能夠召喚該神靈卡 你也可以使用貢品標記 一次性減少支付神靈卡的費用 其餘規則和勝利條件和基本版本相同 新技能如果有問題也歡迎留言查詢 市政廣場擴充為遊戲帶來新的勝利條件 亦大大提升玩家之間的互動和競爭 遊戲設置階段的變化 將參議院版圖放在基礎版圖下方 將政令標記根據版圖表示正反方向放在對應位置 將新衝突指示物取代原有的放在對應位置 將擴充內的發展指示物 其積加入基本的對應部分 設置和基礎部分相同 根據每個時代將不同數目的參議員卡牌加入卡堆 根據新方式設置卡牌 將陰謀卡的牌堆洗勻 每個玩家獲得12個影響力方法 遊戲就可以正式開始 遊戲流程的變化 每個玩家每個回合開始前 玩家可以選擇觸發一張已經預備的陰謀卡牌 而每個玩家可以同時擁有多張已觸發和已預備的陰謀卡牌 但每個回合只能觸發一張 基本行動中 選擇參議員卡牌同樣可以凋棄換取金幣和建築奇跡 規則與基本遊戲相同 如果選擇打出參議員卡牌 玩家需要支付當前你擁有的參議員卡牌數目的金幣 例如第一張就是0個 第二張就是1個 如此類推 注意無論是政治家和陰謀家都當作參議員計算 打出政治家之後 根據你有多少張文化卡執行多少次參議員行動 參議員行動分兩種 第一種 玩家可以將一個影響力方塊加到卡牌顯示的 左、中、右、角兩個區域的其中一個之上 如果該區域上的證令標記是蓋上的就可以打開 第二個行動是移動任何一個區域自己的影響力方塊 至雙輪的區域之上 每個區域當中任何時間 玩家的影響力方塊多於另一個玩家 他就可以將他的影響力方塊移到該區的位置 代表你已經控制了這一區的參議員 首位控制該區參議員的玩家 就可以獲得該區的證令標記獎勵 任何一個玩家能夠同時控制六個區域 就立即獲得勝利 遊戲完結時 每控制到一個區域也能夠同時獲得對應的分數 打出陰謀卡的玩家就可以選擇放置一個影響力方塊 去到任何一個區域上高 或者抽取兩張陰謀卡 選擇一張蓋上放在自己前面 另一張就放在陰謀牌堆的頂或底 玩家除了三個基本動作之外 會增加多一個基本動作 就是選擇預備陰謀 玩家不需要支付任何資源 將一張卡牌放在你的陰謀卡牌下面 代表該陰謀已經被預備 至於其他規則和勝利條件都和基本版相同 新技能如果有問題的歡迎留言查詢 單人模式在Buno Kavana有見疫情 玩家難以找到對手而設計 並且免費放在官方網頁供玩家下載挑戰 有玩家自行設計網頁版減少印製麻煩 大家也可以在下方連結找到 玩家只需在領袖牌堆當中 隨意選擇一位領袖去挑戰 根據領袖牌上高顯示 代表他已經獲得該發展指示物 玩家首先抽三張奇跡牌 選兩張 剩餘一張放在領袖前面 重複兩次後 玩家有四張奇跡 而領袖有兩張奇跡 而該兩張奇跡會當作已經建成 該領袖並且即時獲得卡上高的效果 例如軍事、金幣、發展指示物和分數 無視其他效果 然後洗雲、缺責牌堆 其他設置與基本版相同 遊戲第一時代由領袖開始 第二、第三時代如果需要由領袖選擇 便必定由領袖開始 領袖回合打開決策牌堆上高的一張 如果牌堆好盡便洗雲所有缺責牌重新使用 缺責牌上高的箭咀代表領袖取卡優先方向 並且根據顏色優先次序獲得第一張符合顏色的卡牌 如果是領袖符號 則根據領袖牌上高專屬顏色的決定去取牌 如果沒有任何卡牌符合三個條件 便不理顏色按箭咀方向取第一張卡牌 例如這個情況便會取這張卡牌 領袖會免費打出所有取得的卡牌並且執行有關行動 例如如果獲得兩個相同科技 便會按箭咀方向取得首個發展指示物 若選擇卡牌上高有相同的符號 該領袖便會獲得額外回合 玩家回合與基礎遊戲相同 不要忘記繳付金幣購買資源時需要計算領袖的資源卡牌 遊戲完結直至任何一方達至勝利條件 今次一口氣介紹了七大奇蹟對決所有擴充和規則 希望可以幫得到你 如果有任何問題歡迎留言查詢 下集再見,拜拜 明鏡